听下杂志还有特别提到就是 普丁其实在这场战事的三个误判 因为第一个误判就是 俄罗斯根本没有办法阻断 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军援 普丁没有算到有多少先进武器 会持续从西方国家 送到乌克兰人民的手上 第二个误判就是 普丁本来以为 乌克兰的军队会大举投诚 他们认为说 因为应该是他们会还蛮欢迎 亲俄罗斯 所以只派出小规模的军力 以为大批的乌克兰士兵会倒戈 第三个就是普丁误判说 应该可以很快拿下制空权 但并没有 而且俄国的战机 还是用飞导引炸弹和火箭夹 这意味着就是飞行员 你必须要低飞 才能够提高命中率 那么当然也让俄罗斯的飞行员 更容易被击落 所以他这边提到说 为什么俄罗斯的军机 这么容易被击落 好 杨明你怎么看 俄罗斯现在真的是 比如说这个误判重重 然后已经冰痞马困 是这样吗 我先问一个问题 天下杂志有派记者到 有派记者在俄罗斯吗 其实有一个很 其实现在一个最大关键就是我们 不管台湾也好 欧美也好 大部分的这个如果今天我是要采访 所谓的俄罗斯这个周边的地区的新闻 特派会派在哪边 莫斯科 对 好 那如果今天莫斯科第一时间开战了 他们会往哪里走 他们会去乌克兰吗 会到基辅吗 有一部分的媒体会过去 但是大部分的其实是撤离 第一时间他们可能他们的主管 就会说回国或是到波兰 对 然后就到边境去 基本上所以这一次 其实以刚刚讲这个三个误判 里面有一些大 基本上它是所谓的 就把西方的媒体的把它翻译成 这个中文而已 就是做一个编译而已 然后做整理 但我举一个例子 那个所谓的基辅幽灵 那一架米格29战机的驾驶员 对 在哪里 不知道 他击落了 他在开战前两天 击落了六架俄罗斯的战机 如果今天有这么强的一个 那个战功的一个飞行员 怎么看不到他英勇的英姿 乌克兰总统不是应该亲自颁发 勋章给他吗 为什么要把它保密 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然后你只看到 你知道网路上只有一个影片 飞机在空中盘旋 也没有任何的 你怎么说 击落的画面 连被击落的飞机的画面都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一次的 其实这一次就如同刚刚兵哥讲的 这次有非常多所谓的 乌克兰的都市传奇 包括老妇人丢一罐烟黄瓜 可以把这个 现在说是番茄 番茄 但重点就是说他们的人民 这个战斗民族是乌克兰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军队打不过他们 这样的逻辑不发生在各式各样的社群网路上面 所以我说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叫 某种叫元宇宙的效应 就是在这个虚拟的世界社群里面 大家会觉得乌克兰大胜 把俄罗斯的军队打的那个滚瓜烂 落花流水 对落花流水 然后呢 重点是说 问题是你看不到画面啊 比方说好 那个英勇的阿嬷 把无人机打下来了 对不对 他可以拿着无人机的残骸拍一张自拍吧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或者说乌克兰的这个政府或媒体 赶快去采访他啊 结果没有 只有梗图 只有做 那种把它做成那个 放了一堆的烟黄瓜的那个子弹的枪啊 去做梗图说 他可以打下来 可是你都看不到真凭实据 一样 刚刚的这个所谓的 那个俄罗斯什么情报文件 有没有 好 第一个 它是就是说 欧洲的媒体报道嘛 那结果这个媒体 它的查证的对象是不具名的 说是曾经跟这个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有过合作的人士表示 这种新闻 老实说 如果今天我自己是媒体 我看了我都觉得很傻眼 就说 哇一个情报文件 你用这种模式来查证 当然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现在俄罗斯的状况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第一个 他们也把很多的国际媒体 注点的赶走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 普丁他现在的 模式叫你猜不透 你知道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泽伦斯基他在这个 就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他在 最近这每天 发那个IG也好 推特也好 影片啊 赏学影片什么都来演讲啊 我讲他这前12天 他发了超过130折 你算过 对我算过 而且他影片会 同样的影片会发两次 发两次 为什么要发两次 第一支 是我用乌克兰语 马上播嘛 对不对 六分钟的演说 说今天是第几天 然后战况大概怎么样 我要什么表达什么样的意见 第二支两个小时后上线 加上英文字幕 他的目的就是要 告诉西方世界 而且他的时间很准哦 因为他乌克兰大概在 时间大概周五会上第一次片 然后他的下午 刚好就大概是傍晚 比如说以台湾时间 大概是在六七点那个时间 然后你换算到美国的时间 美国人只要一早 就会看到泽伦斯基今天的喊话 而且是有英文字幕的 所以他每一支影片哦 他的那个那个阅读浏览率哦 上千万哎 所以他你就是他的这一次 这一次他的空战 他的目标是什么 可是普丁不一样哦 我从3月5号凌晨 普丁发完最后一则 他在他跟他的国安的这个 这个官员做视讯会议的 这个照片之后 他的推特就停跟到现在四天了 他之前每天基本上 他还会发一些讯息说 现在他跟谁开会啊 跟谁碰面啊 但是最近四天没有更新 所以这我其实我反而觉得很忧虑 就是普丁 你反而很忧虑 对这会让人忧虑 为什么因为 你不知道普丁接下来 因为前面他在告诉你 他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比较好预测 他想要做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前面 他跟他们这个所谓的 工商团体领袖 谈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们要如何应用 还有一些蛛丝马鸡 对然后比如说他找了 圣彼得堡的市长 可能是要谈这个 后续的这个维稳啊等等 然后包括他会说 他的推特会发文说 我打电话给什么 哈萨克的总理啊 以色列的总理啊 谁谁谁 他在结盟 好可是呢 当他不发文的时候 也没有媒体报导 俄罗斯现在状况的时候 就出现 只出现欧美说 俄罗斯快倒了快 都是对俄罗斯很负面的 对 你以为俄罗斯看不到 这些西方媒体的内容吗 那普京看一看 你们都在小看我 到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样 让全世界后悔的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的是 会让人有点害怕 所以我说我害怕是说 在你 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到一个 某种程度是一个转机式 哲伦斯基的态度有点软 乌克兰本来 他们的在面临谈判 这个的那个底线就是 立刻撤兵 然后呢 克里米亚 这个顿内斯克 卢干斯克 全部都要回归我们乌克兰 乌克兰领土要完整 好 现在他们开始说 我们愿意来讨论这三个 克里米亚 顿内斯克 卢干斯克 的人民的生存权 对 要来 愿意讨论 然后呢 北约的部分 他直接明确说 他不愿意加入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泽伦斯 他也知道 现在西方的制裁是 口会而 使不至 对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水炮 那 没错 经济制裁拖下去 如果今天真的拖到六月 俄罗斯会很惨 真的很惨 但是 如果今天这场战争打到六月 乌克兰已经是 应该已经血流成河了 我现在看到英国国防部的消息 说什么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似乎在对抗俄罗斯 现代战斗机方面 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有可能会阻止 他们对空中 进行任何程度的控制 还是说乌克兰 还在说乌克兰很强 主要是讲什么 主要是讲 最近这一波都是用无人机 这一波他们因为 大量的 这个俄罗斯的车队是直接 你看绵延几十公里的车队 你是曝光在光天化日 给对方看的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听说乌克兰 现在就是用大量的出动 无人机来去攻击 那就是放炸弹就去炸 可是这个基本上是属于零星的 零星的攻势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攻势 那老实说你无人机 攻了几次之后 俄罗斯不是笨蛋 这个军队也会知道说 你无人机的大本营 大概在哪个地方 它要回击其实是不困难的 但是我说现在西方的世界 就是要告诉大家 乌克兰很顽强的抵抗 然后我们要跟乌克兰 站在一起等等等等 但是讲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军事力量还是不愿意 进入乌克兰 好那我说这个就是你看人家 那个毕竟等一下 白人的小孩死不了了 乌克兰人在那边 因为战场在乌克兰啊 那你今天美国真的会愿意帮忙吗 你今天不 他不用石油不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他对他来说 他没差啊 他进口 他从俄罗斯进口 不到俄罗斯出口的一层 所以对他来说 他根本不是俄罗斯的主要客户 但是欧洲欧盟就很严重 所以美国总统他可以 我们什么 他说是一个致命的制裁 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 但是这场战争就是 目前看起来是一个有一点 因为这几天看起来 其实在战争的部分 它的进展不多 但是好像看起来 是要先往谈判的方向 去转 包括泽伦斯基 他我刚刚讲的 他的调性有比较软 那普丁最近的动作 到底是不是 他们也在谈说 如果我们要谈 是不是要怎么谈 是不是也在研究 如何下台阶 如果是这个 那可能对全世界 老实说是正面的 可是如果不是 如果今天普丁最后是决定 用更强烈 就是说最近我是在整军备战 我在把我俄罗斯的部队 对盘整 我要再去打第二波的时候 那其实我觉得就很不乐观 立刻订阅中间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间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